臺北羽球公開賽八強戰 世界排名第五的臺灣一姐戴姿穎 交手排名第十八的日本女將佐藤鴨香 身為東道主的小黛 賽前讓對手先選場地 不但展現大方的一面 同時也代表著他對自己的狀況 非常有信心 手距二十一比十四先下一城 不過來到第二局 小黛卻碰上失誤潮 一度陷入五分落後 好險即使穩住正腳 衝鋒纏鬥到十八比十八平手 關鍵時刻 小黛頂住壓力 連取三分拿下賽點 以二十一比十八直落二 贏球挺進四強大關 其實要下去之前 在旁邊熱身場地的時候 就已經有覺得說 今天風向其實是跟第一天不一樣 想說算了 就讓他先選邊 我就哪一邊都無所謂這樣子 因為他有一點高 有一點大直 所以他的殺球有點重 就是有點接不太起來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我以為第一局可能會比較輕鬆一點 對啊 能贏得這場比賽 戴姿穎特別感謝熱情的觀眾 尤其當他發生失誤時 球迷們都會高呼小黛加油 現在是很感興 八強就這麼多人 就基本上這邊都算滿滿的 對啊 你覺得我們臺灣現在比較危險 有 慢慢 慢慢在進步 很多人 很多人 對 接下來戴姿穎要強碰世界排名第四的 中國女將李雪瑞 期待有更多球迷到場應援 給咱們中華小將更多力量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